我个人觉得我从一入我这行开始 我觉得我的最邻近的姊妹艺术就是相声 因为很多相声就包括你跑我们这行来 要抢我们饭碗 就主持 但是我们很难 就是说赵忠祥跑到舞台上去说相声 因为这个不是你想说就能说的 我曾经很教学逗唱四门功课 我肯定很骄傲地跟他们说过 尤其是他们说 你们小品不如相声的时候 我不服气的时候 我年轻即盛的时候跟他们讲 相声演员都去演小品了 你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龚汉林 是你们的小品王了 我们的侯远文给你们演母亲的一天 我们这么多的相声演员演你们小品 得心应手 你们小品演员哪个演了我们相声了 是吧 我本身也没说过相声 唯一说过相声的是谁 是佩斯和老孟 他说着说着相声他们俩就演起来了 不行不行 这个没入相声这一行 真的隔行入隔山 你越看着他很临近 他越临近不了 而且相声我还在期待着 期待着整个整体的文化素质的提高 比方说 今年的这个奥斯卡金像晚会 那有一个老演员 82岁了 他获奖了 然后让他 这个发表获奖演员 他拿着这个获奖的 他说了这么句话 亲爱的 买地儿的 亲爱的 买地儿的 亲爱的 你才比我大两岁 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 别光就乐了 这是非常幽默啊 视频前的你 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 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20到40分钟 补慎壮阳 延时祝伯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 358163379 高级的到了 就是像刚才这位老大爷 82个老大爷 说到这个话的话 我觉得这就是最高级的东西 我在期盼着我们中国的向上 将来能走到这样